本期视频呢,我们来说一下香港渣打银行啊,他的账户维护一些问题 那我呢,说的这次案例啊,是说到我自己身上啊 我目前的话,香港渣打的银行账户呢,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啊,突然呢,给我暂停使用了 但是我的账户状态呢,在任何的银行网点查询,包括客服电话查询,都是正常的状态 我的账户也没有被冻结啊,也没有被关户 账户状态是正常的,只不过我的账户却死不了了 所以说这就很尴尬 而且呢,我已经跑了好几次银行去处理这个事了 目前呢,也还没有处理成功 所以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原因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对吧 我也希望呢,本期视频啊,能跟你啊,去逼一点雷啊 去少踩一些坑啊,那顺便的话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香港银行开户的一个现状啊,现在香港开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不好开,对吧,哪些银行收紧了,哪些银行放开了,对不对啊 那你要说哪些银行放开了,还真没有 但是这六个虚拟银行,确实是完全放开的状态啊 欢迎我们大陆居民过去啊,直接开户 那么你要说收紧了呢,哪家银行收紧了 就咱们今天视频主题这家银行,它确实是收紧了啊 它不管你是付费找别人开啊,就找中纪开,还是找我开 还是说你自己去开啊,这个门槛呢,都有所提升啊 以前呢,你可能你自己DIY去开户,走一两家 你基本上就能开户成功这个香港渣打 顶多你走三家,就能开户成功香港渣打了 但是你发现现在你可能走七家八家,也不一定能开户成功啊 那就算你找人去开,你会发现现在就算找人开,都得需要存钱 或者是买保险,或者是买基金啊,或者是买什么东西了 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很尴尬啊 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分析来分析去啊,估计啊,它就是用户太多了 然后其次的话呢,大批量的这个啊,大陆人啊 就是我们本地人啊,这个通关之后啊 使劲过去开账户,又使劲薅这个账户的羊毛 导致呢,香港开了很多这种没用的账户 所以呢,现在他们也想停一停啊 那其次的话呢,我估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的这个客户经理啊 在收入上面可能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就是钱不好赚了 所以呢,他现在更希望的要求的就是 有人能拿着钱过来啊 但是说实话啊,就算是我 想拿着钱过去啊,存钱 我可能也大概率不会选择香港渣打 因为这个服务态度各方面的挺差,对吧 那你用的账户呢是没毛病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目前香港加打开户 怎么个情况 大部分都是大陆人过去开户的 我看了啊,各种小夫妻,小情侣,对吧 包括单身人士,过去开户 开户呢,首先呢 这些经理会给你拉到一个小房间 或者是一个小隔板 隔板的一个小房里面去啊 那个也不算房,就隔板的一个工位吧 然后拉过去的告诉你 先要填写资料啊 这一步其实就是不想给你开户了 说白了啊 他们都是打印出来那个纸啊 都是特意来拒绝你开户的啊 然后你填完这个资料之后呢 你把资料给他 他告诉你可能需要等一两个小时 我们需要审核一下你的资料 其实审核个屁啊 连客户的证件也都没拿走 也没去审核 你像正常开户的话 他就把你证件拿走去审核嘛 对不对 证件也不拿 然后呢,什么也不看 就直接让你填个一张纸啊 哪里填的有问题也不告诉你 直接把那张纸拿走了 然后他就走出去了 走出去你会发现这些经理还干干嘛去了 他妈的坐在前台 或者是站在那个前台啊 接待新的客户啊 就盼着有一些上门的好的客户 然后被自己接待接待到 然后就站在那里接待 然后呢,客户填的那个资料纸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前台那块放着 然后他跟人家说啊 去审核了 审核个屁啊 直接把那资料往旁边一丢 所以就是你现在想去开这个渣打的啊 如果你见到 让你立马填写资料 说审核一下的 你就直接可以走了 懂吗 直接可以走 或者说你直接可以跟他切入正题 对吧 啊 你是你是这个推荐保险啊 买还是啊 怎么我才能开户成功 对吧 总之你要说出来 你别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拒绝我 所以呢 咱们也直接一点啊 不然你可能傻等一两个小时 他最后告诉你还还没有结果 然后告诉你回去等 很尴尬 我看到那些小房间里面 全都是在等着的人 我特别想进去告诉他一下 我说你现在走吧 你没有机会了 啊 真的是 但是我最后还是忍下了 因为这个过程 还是要让他自己去好好感受一下啊 那这些走了的人呢 也窃窃私语 在门银行的门口呢 也不断的徘徊啊 哎呀 也搞不懂这什么情况啊 有的人还是预约来的 没用啊 我告诉你一点用没有 这就是香港渣打 目前开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香港渣打的银行账户 他在全球来讲 确实是比较OK的啊 那使用起来也确实比较便利的 包括他的卡片 那账户各方面都挺OK的啊 DIY去开户 那现在呢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会了啊 找人开户呢 你还要存5000块钱 那我们最关心的啊 这个汇丰这老大哥呢 目前开户的话呢 还是处于一个很好开的一个阶段 但是预约呢 基本上预约不到 然后恒生银行呢 只要你预约去了 就可以开户成功 而且还可以开理财账户 最多呢免两年的管理费 对吧 恒生和汇丰呢 本是一个集团公司旗下的啊 他俩的都开户比较好开 没什么难度 但是呢 汇丰的话呢 其实大多数网点 还真的都是理财网点啊 所以你去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给你开户 但是呢 汇丰整体来讲 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其他银行呢 那就不说了啊 基本上大家也没什么好开的 那比如说 可能开的最多的还是中英香港了 中英香港 我告诉你们 不要去预约开户了 你直接去开 或者是你去了之后用手机开 但是那手机开户的 到现在的反馈过来 结果就是啊 这个不好啊 不好用啊 开不了 所以的话呢 想开中英香港 直接去就OK了 好了兄弟们 那我们说回正题 渣打银行被暂停使用 这还是真的头一次见啊 但是呢 我估计啊 这个是新上的风控手段啊 那这个暂停使用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你的账户转也转不出去啊 这个啊 汇也汇不进来啊 总之呢 想进想出都不行 但是呢 你的银行状态是正常的 没有被封 也没有被关户 然后你用其他的银行 像你的渣打银行 汇款的时候 然后其他银行就会显示 销户号码 就是一个号码不存在啊 就说白了 转机转钱转不转不进来 但是呢 你打开你的渣打银行的APP呢 会发现账户各方面 全都是正常的 打电话啊 包括去网点 核实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第一次去这个网点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查出来 这个账户是什么原因 然后多次呢 在那个窗口啊 让我等一下去请示领导 让领导查一下 最后领导也没有查出来 3721 发现账户没问题啊 怀疑呢 可能是呃 这个需要存一点钱才能解决 就是账户里边啊 没放太多钱 然后呢 意思让我存一点钱来试一下 然后呢 我就在楼下取了啊 这个一万块钱 对吧 然后我拿了一万块钱 就往里存 然后呢 这个拿一万块钱 往里存的时候呢 银行这个客服啊 工作人员说 也存不进去啊 账户 怎么存都存不进去啊 存什么币种也都存不进去 然后呢 就没解决 然后呢 他们说啊 记录下来帮我啊 向上级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情况 然后我回家没几个小时就接到这个渣打银行的电话了 那渣打银行告诉我说 我的账户呢 是由于在呃 某一个月份 然后呢 没有连续使用账户 然后呢 并且里边的账户余额呢 又不多 所以的话呢 就导致我的账户呢 被封啊 就是也不算被封 被暂停使用 那我看了一下 我那几个月呢 确实没用 那么原因没有用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转了一笔钱 转了一些钱进去 然后的话 我迅速的就转到股票的账户里边去了 然后呢 导致我这几个月 好几个月时间就没有用这个账户 那个账户里边呢 我也没有放太多钱 就告诉我 你这三个月啊 没有使用账户 然后呢 账户的余额呢 又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已经向你寄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在某某月份 你就已经啊 应该收到了 我说我一直没有收到信呢 他信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呢 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告诉我的 告诉我的账户 三个月没有连续交易了 然后呢 金额呢 存款金额又比较少 然后呢 他让我去网点 需要补充核实一下资料 就是意思让我拿着我的证件 去重新激活一下的我的账户 才能去使用 然后呢 我其实就没有看到他这封信 我就没有收到嘛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收到 所以我就没有看到 也一直没有处理 那他原本是去年的十月份 就要给我账户做暂停的 但是呢 由于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 等到这个月的预出 才停止使用我的账户 所以呢 就很尴尬 那么有人想问了 那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用账户吗 其实我是用了的 我只是那三个月 左右的时间没有使用 后边的话 我又连续往里边转账 存了几万块钱 所以呢 他呢 不管你的账户 后边有没有存钱 他呢 就是很死板 就是只管啊 你那几个月没用 是不是 你那几个月没用 然后余额又很少 你后边存的不算 因为你没有来我银行 做这个啊 就是封控的解除啊 没有来核实身份啊 等等等等 总之一大堆理由 反正这个国外啊 境外的银行 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啊 就是很死板 办事很死板 所以呢 那这个问题就搞清楚了 那我说该怎么解决 他说那你拿着证件来就可以了 我说用不用带现金过去 我再存一点钱了 他说不用了 不用了 你直接拿着证件来就可以了 我说我 好 那我就过去吧 然后我跟他约了个时间 约了个时间啊 过去了之后 然后又打打他的电话 又打不通 又没人接 就完全失联了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就在那等啊 取了一个号 我就在那等 然后想去窗口 去找其他人处理嘛 因为那个人没有接电话 然后呢 我实在是看了前面 二三十个人 这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 我就直接问前台了 我说我跟你们同事预好了 我要来啊 处理账户的问题 然后他说是谁 然后我给他看了一下电话 然后呢 他就去找这个人了 找了之后呢 就复印了一下我的通行证 还有身份证 复印完之后呢 就让我回家等 然后告诉我 回家等消息就可以了 我们解除你的账户 分控之后啊 就会给你打电话了 其实也不是分控 他也没这么说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 我处理好了 我就给你打电话 但是什么时候打 你要等 我就只能回家了 所以呢 这个账户 我们再重复一遍 就是他连续三个月 如果不使用的话 里面金额又比较少的话 这几千块 几千块钱都没有的话 那会出问题的 他一定会出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要分人 可能你赶着时间节点啊 或者是什么啊 这个东西有点玄学了 兄弟们啊 那我问了一下客服啊 客服的话呢 说只告诉我说 要保持经常使用 然后呢 最好是账户里 放超过一万港币 客服是这样跟我讲的 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哈 所以呢 就是大家啊 在使用香港渣打银行账户的时候 特别需要注意 这个账户里面 要多留一些钱啊 最少最少最少的 我觉得啊 一万块钱以上吧 要不然否则真的是 容易把你的账户 给你做一些限制的 到时候你再去处理 真的就挺麻烦的哈 那么最后处理成功 或者是处理失败啊 我也会在我的这个啊 博客网站里面 或者是视频的啊 评论区里面 来通知一下大家 包括后边有没有补充资料 等等等等 我也会做通知的 好吧 呃就这样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所以这期视频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告诉大家该怎么去维护一下 就是你的这个向上 扎打账户里面啊 这个金额 一定要放的稍微多 那么一点啊 你即使不用 也要保证 你每个月能有 那么一两次转账 对吧 有一些活动交易 哪怕是自己转给自己 其实这些东西 我都交给过大家啊 但是呢 由于我自己懂这些东西啊 往往呢 就会忽略这些东西 那确实我这三四个月 都没有交易这个账户啊 所以导致出现的 这个问题就很尴尬啊 所以问题就这样发生了 我建议大家呢 每个月最好都要 使用你的账户 去转账那么一两次 这样的话呢 真的是有记录的 而且每个香港银行账户 一定要放一点钱进去 分散着放 不要把所有钱 都放一个地方 因为每个银行 都是要看 你最后的余额的 还有记住一点 有问题呢 要及时处理 不要拖